好 日式药理现在越来越多了 各家业者推陈出新 就有饭店业者是结合三月樱花季 推出高达11道的 进阶性怀食料理 还有老字号饭店是聘请了 北海道的主厨来亲自操刀 引进北海道新鲜直送的海鲜套餐 就是想要满足 饕客的味蕾 只是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价格并不贫 打开铝箔纸里头是包裹 新鲜鱼货的日式长腔烧 综合色的味噌将日式美味点缀的 鲜甜鲜甜 空气中弥漫着满满的海鲜风味 在淋上晶莹剔透的鲑鱼籽 道地北海道料理美味上桌 红瓜包覆日本Q弹的寿司米 不论是海胆还是现切鲑鱼 一罐罐现捏寿司 还有牡丹虾以及日本和牛 全都是来自北海道新鲜直送 知名老字号饭店 特别请北海道饭店主厨亲自操刀 让怀念日本风味的你 可以来趟快食风情 发达料理一次满足 台湾吹起日式料理风潮 为了要满足爱吃海鲜的饕客 还有这一间主打季节性怀食餐点 紫苏叶包裹新曼 内存还有道明寺糯米 极具匠人精神的怀食料理 精致奢华 结合三月樱花季融合日式优雅 熟练的融入近十一道特色美专 让顾客不只是吃魅力 更是品尝日式风情 日式料理开始走豪奢风潮 像是大苍酒盒推出日本海鲜祭 二十二道料理价格从两百元到两千五百元都有 台北老爷饭店特色北海道新鲜 直送料理一克就要价四千元 而JR东日本则推出季节性的怀食料理 一共十一道就要价五千元 还有搭配日本女儿节活动 凡是女性用餐还可以免费升等散寿司 饭店业者别出心才推陈出心 不用飞日本也能品尝到底的职人精神 记得环境全容推博到